英国伦敦在七号举办勇敢的乌克兰勿坎活动 由英国首相强生亲自主持 其中最受到主步的拍卖品 就是一件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亲自穿过的军绿色羊毛刷毛衫 在左手袖子上还有泽伦斯基的亲笔签名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经常看到泽伦斯基穿着他现身视讯影片 而这件军绿色的羊毛刷毛衫 开牌底价5万英镑 结果最后以9万英镑 相当于新台币330万的天价成交 消息在乌克兰传开 媒体不忘大酸俄罗斯总统普丁 说不知道他身上穿的意大利名牌羽绒衣 会不会被拿到拍卖场上拍卖